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一个人的朝圣 一位65岁的退休老人 为什么会只身走上千里跋涉的朝圣之旅呢 他的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有个同学啊 上学的时候呢 是无肉不欢的人 毕业几年后聚会 我突然发现他现在成了一个素食主义者 以后连续几年聚会都是这样 我就非常的诧异问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某天清晨醒来 突然想到自己可不可以坚持做一件事 想来想去他选择了不吃肉 结果就坚持了下来 没想到几年之后 他竟然感到了素食的好处 也就成了真正的素食主义者 这样的原因还真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不过我想说的是 有些坚持和信念 在我们看来也许有一些荒谬 但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轨迹 就像一个人朝圣中的主人公哈罗德 他因为收到了一封患癌症的老友奎尼的告别信 而忽然做出了决定 走路去看奎尼 于是在没有任何准备 没带任何装备的情况下 哈罗德出发了 87天627英里 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从南到北横跨整个英格兰 终于到了奎尼所在的城市 与这次旅程并行的 是他穿越时光的另一场心灵之旅 在那个世界里 他敞开了自己伤痕累累的心 让光进来 让生命重新焕发光彩 这本书的作者雷秋乔伊斯 是英国资深剧作家 星期日泰晤士报专栏作者 曾在2007年获得最佳广播剧奖 还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 皇家国家剧院担任主要角色 在20年的舞台剧 和电视职业生涯之后 乔伊斯转向了写作 2012年出版了处女作 《一个人的朝圣》 这本书入围2012年 布克文学奖及英联邦书奖 目前已畅销三四十个国家 2014年 《一个人的朝圣》的相伴之作 《一个人的朝圣2》 奎尼的情歌问世 继续掀起阅读热潮 好那介绍完了这本书的 基本情况以及作者的概况 那么接下来我会为你 从三个方面 划分书中的详细内容 第一个部分是 充满艰险的 《一个人的朝圣之旅》 第二个部分是 从哈雷德的身上 看原生家庭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 第三个部分是 放下接纳与生活和解 才能获得美好的人生 好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展开的是 第一个重点内容 充满艰险的 《一个人的朝圣之旅》 哈罗德是一个 酿酒厂的退休工人 他65岁了 跟妻子住在英国的乡下 生活平静 夫妻疏离 日复一日 一个星期二的早上 哈罗德收到了一封信 从此 哈罗德的生命轨迹 被改变了 那封信 是哈罗德的老友 奎尼所寄来的 他得了癌症 写这封信 是为了和哈罗德告别 奎尼是哈罗德生命中 唯一的一个朋友 当年在酒厂工作的时候 由于替他背了黑锅 被老板解雇了 远走他乡 如今已经有二十多年 没有联系了 哈罗德难过极了 他斟酌着措辞 给奎尼写了回信 重写了好几次 终于写成了 可是当他把信 投到油桶里的时候 又为自己写的那几行 软弱无力的字 而感到羞愧 怎么也投不进去 于是他拖延着 走过一个又一个油桶 一直走到一个加油站 遇到了一个女孩 女孩知道了奎尼的情况以后 告诉哈罗德 他的阿姨 也是一个癌症患者 癌症无处不在 但人要有信念 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女孩的话仿佛一道光 照进了哈罗德的世界 他回想自己和奎尼的友谊 忽然决定要穿过 他和奎尼之间的千山万水 穿过那些他毫不了解 只能想象的道路 农田 森林 河流 旷野 荒原 高峰 深谷 还有数不清的人 去认识他们 穿过他们 一路走过去 一直走到奎尼的面前 他给奎尼所在的疗养院 打去电话 请人转告奎尼 他要走路去看她 让她好好活着等她 他又给妻子打了电话 告诉她自己的决定 忽略掉妻子电话那头传来的怒火 哈罗德开始了自己的旅程 活到65岁的哈罗德 从来没有这么疯狂过 他原来在一个酒厂工作 做了45年的销售代表 一直没有升职加薪 他既没有朋友 也没有敌人 退休的时候 甚至连告别会也没有举行 此外 哈罗德很爱他的妻子 可是 他只能认他们的关系 日渐疏离 毫无办法 他一度认为 以后的日子就这样了 除了日复一日的孤寂 就是日渐加重的老年疾病 可是听到了小姑娘的话以后 他突然觉得 人生也许还可以有一些不同 哈罗德迈开双脚 走到了去往贝克里的路上 英格兰的春日阳光明媚 空气甜而柔软 蓝天高而澄澈 私下望去 一切都散发着藏不住的生机 哈罗德看着土地在脚下扑展开 一种自由自在 探索未知的感觉 从他心中生腾起来 忍不住 便酿起一丝笑意 但觉苍茫世界我独行 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 让他回到家中的小花园里去除草 可是很快 哈罗德就体会到了行走的痛苦 他平日整天坐着 出门不是开车就是坐车 突然的长时间行走 双脚首先承受不住了 很快就磨起了水泡 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 接踵而至的是干渴 口腔里就像被砂纸磨过一样 身体也因为对水的渴望而无力起来 仿佛血液都流得更慢了 随着继续行走 哈罗德感到双脚的疼痛越来越严重 膝盖也会时不时的咔啦一声 接着右边小腿的肌肉开始刺痛 髋关节也不太妥当 连抬脚的动作也吃力起来 但是疼痛同时也在提醒着他 他是真真切切的活着 支撑他往前走的是一个信念 奎尼在等他 而他自己一定能到达贝里克 他所要做的只是不停的把一只脚 迈到另一只脚前面 只要一直走一定能够抵达 五天后哈罗德裤子的皮带松了 挂在腰上 额头晒伤的皮肤掉了 鼻子耳朵也是一样 第十天情况愈发糟糕 哈罗德感到每个动作都在提醒他 有麻烦了 旅程和他的信心断裂成两件不相干的事 剩下的只有艰苦无边的跋涉 更大的打击来了 一场暴风雨骤然来临 除了右腿传来的痛楚 哈罗德还几次差点就丧生在来往的车辆之下 更悲哀的是几个小时之后 他居然发现自己走错了路 除了原路返回 他别无选择 到一个小客栈休息的时候 哈罗德发现他的腿疼得又加剧了 脚跟上方的皮肤透出了一条条紫色的斑痕 整只脚肿得几乎塞不进鞋子 但是第二天他还是冒着雨 早早的上路了 走到陶顿的郊区的时候 在刺骨的寒冷中 在身体的剧痛和回忆的痛苦双重刺激下 哈罗德终于倒在了路上 庆幸的是 哈罗德被一个年轻的杰克女人救了下来 她叫马蒂娜 是一个医生 马蒂娜帮他把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处理好 教他学会给自己包扎 给他坏了的鞋 重新打了一个底擦干净 甚至给鞋换了一个新鞋袋 在哈罗德出发前的那天晚上 马蒂娜又递给他两双徒步专用的袜子 和一卷蓝色胶布 给他背上一个空的登山包 再往他手里塞了一个指南针 最后在他的脸颊上线上了柔软的一吻 鼓励他 好好去吧 哈罗德 从马蒂娜的家中出来 哈罗德内心充满了感动 他听从了马蒂娜的建议 买了防晒霜 腰用棉 止血针等东西 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他开始爱惜自我 信念也更加坚定 此时 哈罗德的旅程正式开始了 有些事情可以有好几个起点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开始 有时候 你以为自己已经展开新的一页 实际上 却可能只是重复以前的步伐 最初 哈罗德只是一时冲动便上路了 后来痛苦的回忆 让那段旅程也充满了愤懑和痛苦 他强求自己的身体 承担无法承受的东西 让行走变成了一场与自己身体的战役 他输得无可奈何 他脚疼 腿疼 浑身都疼 但他拼了命的往前走 除了对奎尼的承诺 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放逐式的逃离 逃离没有希望的人生 至于结局是什么 他并不知道 而此时 哈罗德坚定了信念 直面并且克服了自己的短处 所以他的旅程从这一刻真正揭幕了 哈罗德一路向北 慢慢的他的腿开始好起来 他的身体也重新焕发了生气 越来越健壮了 他一路走 一路听着陌生人的故事 这些人的渺小与孤独使他动容 牵动了他内心的温柔 哈罗德更加坚定了 他不停的走着 好像等了一辈子 就只是为了离开椅子 像现在这样走在路上 意外总是随时发生 在一个咖啡馆里 哈罗德遇到了一个肿瘤科的医生 知道了哈罗德的故事以后 医生告诉他 奎尼的笔迹歪歪斜斜 他的信应该是护工帮他打的 很有可能他的结局已经不远了 而哈罗德看起来十分的疲惫 最后医生问他 这一趟真的是非走不可吗 真相如千金巨石 坠到了哈罗德的心里 他感到心中有座玻璃大厦崩塌了 第二天他勉强自己继续上路 到了晚上才发现 整整一天他都在往错误的方向上前进 哈罗德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走 可是心里清楚自己永远不可能到达 他不可能靠一双帆布鞋走到贝里克 奎尼也不会因为他叫他等他就能延迟结局的到来 换句话说 他的徒步之旅根本就毫无意义 终于哈罗德给奎尼打电话过去 他想如果奎尼愿意让他去看他 那他就坐火车去 晚上就可以到达 意外的是接电话的人告诉他 奎尼因为听说他要来看自己出现了奇迹 他的情况在好转 而且他在等他 哈罗德激动万分 摇摇欲坠的信念一下又坚定了 他想到来的路上 别人给他提供食物 闭锁 在接受的过程中 他也学到了新的东西 其余和接受都是一种馈赠 既需要谦逊 也需要勇气 随后他把身上的东西都送了人 给奎尼和莫林的礼物 找到邮局寄了出去 最后他只剩下了 马蒂娜送给他的背包和指南针 再次上路的哈罗德 给遇见的陌生人 讲述奎尼和加油站女孩的故事 询问他们是否愿意给予协助 作为回报 他会倾听他们的心里话 白天哈罗德一往无前的向北方走 晚上他就住在野外 很快听说哈罗德和奎尼的故事的人 越来越多 哈罗德出名了 他上了新闻 到处都是关于他和奎尼的报道 随着哈罗德的出名 众多的追随者出现在他的身边 先是一个叫维尔夫的男孩 接着是一个中年女人凯特 和两个孩子的父亲李奇 哈罗德还收留了一只 始终跟着他的小狗 队伍也大了起来 一行人对路线起了分歧 争吵了起来 哈罗德想要尽快地赶到奎尼身边 可是这些好心人耽误了他的进程 让他觉得有一些累 再到后来不断地有人加入 队伍越来越壮大 矛盾也越来越多 成员们谈论的话题 渐渐地和奎尼没有了关系 哈罗德最初还感动于他们的支持 可是后来越听越觉得悲哀 只想独自上路 与此同时 媒体仍然在不断地报道 哈罗德的善行 虚假的新故事不断地上演 有一天晚上 哈罗德突然意识到 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走路看奎尼的原因 他们都以为这是一个爱情故事 或是奇迹 是善举 甚至是勇气 事实和这些人 自以为了解的情况 大相径庭 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 关心事实 他们沉浸在自己编造的故事中 兴奋着 感动着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即使你站在人群中 也没有一个人 真正认识你 你依然是孤身一人 李奇他们开始捕捉野鸡 野兔 包了皮 烤着吃 这让哈罗德心里生起了冷冷的恐惧 简直不知道他跟这群人在干什么 最后李奇带着追随者们走了 一周后 他们作为朝圣者的代表 到了贝里克 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一时之间 李奇们风光无限 绚丽的烟火过后 只剩下空气的夜空 和静冷的灰烬 哈罗德带着他的小狗 重新上路了 可是一个新的问题 困扰着哈罗德 此时他再去贝里克 还有意义吗 晚上虚弱的哈罗德 睡在睡袋里 想起了种种往事 突然觉得无边的寂寞 和无边的寒冷 他突然意识到 有些东西是无可避免的 有没有他 什么都不会改变 他走也好 留也好 在家也好 离家也好 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他根本就是一个 无足轻重的人 后来 那个一直寸步不离 跟着他的小狗 跟着一个年轻女孩走了 失去最后一个同伴 哈罗德感到皮肤 被生生撕掉的疼痛 他觉得自己 已经无法承受太多 哈罗德开始频繁犯错 走错路 丢东西 神志恍惚 终于他给莫林打电话 告诉他自己坚持不住了 走不到了 莫林鼓励他 魁尼还活着 还在等他 只要他继续走下去 再走16英里 他就能到达贝里克了 哈罗德在恍惚中 在痛彻心扉的回忆中 在身体的疼痛 和心灵的双重痛苦折磨下 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走啊走 走完了最后一段旅程 终于在出门寄信后的第87天 他走到了贝里克 见到了奎尼 奎尼还活着 但是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等到了哈罗德 安详的走了 好 那以上呢就是 为你讲述的第一个要点 现在呢我们来总结一下 65岁的退休老人哈罗德 在接到老友 奎尼的一封告别信后 突然决定走路去看他 87天600多英里 哈罗德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终于到达了奎尼所在的城市 见到了奎尼 下面我们来展开本书的第二个要点 从哈罗德的身上 看原生家庭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 哈罗德是一个创造奇迹的英雄 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从小父母不想要他 后来儿子自杀 妻子怨恨他 儿子 父亲 丈夫 哪一个角色他都没有做好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所造成的呢 故事中 哈罗德一边北行 一边回忆过去的生活 在他的回忆中 我们可以慢慢的拼凑出 他一生的经历 找寻背后的原因 哈罗德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 父亲参过军 参军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 退伍后却成了酒鬼 而他的母亲只对旅游感兴趣 从小 父亲视哈罗德为眼中钉 说他是个脏兮兮的小乞丐 母亲把他看作负担 经常像赶一只苍蝇一样驱赶他 换句话说 对父母来说 哈罗德是一个多余的人 没有人想要他 同任何一个小孩子一样 哈罗德渴望碰触父母 想体会被一个大人双臂环绕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可是对普通的孩子来说 最简单不过的拥抱 对他来说 却注定是个无法实现的奢望 所以可怜的哈罗德 早早的就学会了 安身立明之道 保持低调 做个隐形人 哈罗德很爱他的母亲 六七岁的时候 一次偶然的意外 他逗笑了母亲 这让他大喜过望 他开始努力寻找各种让母亲笑的方法 讲笑话 扮鬼脸 小哈罗德想尽了一个孩子 所能想到的全部办法 只是希望偶尔能够看到母亲的笑脸 可是母亲却在他十三岁那年 提起行李箱 离开家走了 哈罗德不相信母亲一叙不回 父母骂他走开的时候 他将指甲掐进手臂 忍着不叫出声来 母亲的出走 让他学会了将痛苦埋藏在心里 默默的忍受 六个月后 父亲开始带不同的女人回家 那些女人捏哈罗德的脸颊 可是哈罗德觉得 这个动作打破了某种界限 他们一碰他 他就往后缩一下 从小没有被人抱过的哈罗德 已经不能再接受别人的碰触了 他十六岁生日那天 父亲丢给他一件 有着浓浓的张脑丸气味的旧大衣 然后把大门指给他 让他离开 哈罗德开始独自闯天下 直到某天遇到了莫林 他结束了一个人的生活 有了一个家 有了妻子 后来还有了可爱的儿子 他答应莫林会照顾好他 可他也的确想做到 他一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让莫林开心 可是儿子的出生 父亲的身份 成为他最大的考验 也促成了他的失败 那时儿子刚出生 哈罗德凝视着可爱的儿子 忽然恐惧万分 他饿了怎么办 不开心了怎么办 在学校里 被其他孩子欺负怎么办 哈罗德一下觉得难以应付 出为人妇的责任 让他惶恐不安 他没有被父亲爱过 他想要爱自己的儿子 可是他要如何去爱呢 这成了困扰他的一个难题 戴维六岁那年 突然向深海里游去 眼瞅着儿子就要丧生深海 哈罗德没冲进海里救儿子 却首先在海边捡鞋带 这也是后来妻子莫林 无数次怨恨埋怨他的根源 他不知道的是 哈罗德只是害怕 自己用尽了办法 依然不能改变事情的结局 就像小的时候 他用尽所能想到的全部办法 依然没能避免 被母亲抛弃的命运 他因为畏惧 所以拖延 戴维第一天上学的时候 抬头看着哈罗德 靠着墙说 我不想上学 哈罗德很真切地 感受到了孩子的恐惧 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抱抱戴维 安慰他 告诉他 生活充满了令人恐惧的未知 但没关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最终他没这么做 他什么也没做 躲进车里 开车上班去了 从小没有被父亲拥抱过的哈罗德 也不会拥抱自己的儿子 从哈罗德的成长经历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被爱过 很难知道怎样去爱一个人 只有本能地学着自己的父母 哪怕他知道那种方法不对 他也会像种魔咒一样重复着父母的方式 上学的时候 戴维的成绩名列前茅 从不需要父母的任何协助 18岁的时候 戴维考上了剑桥大学 光鲜的外表下 是一颗极度脆弱的心 戴维患了抑郁 很多次哈罗德看到儿子脚踩着枕头躺在床上 双眼死死地盯着一个地方 小手腕瘦得只剩骨头 他很想过去将他揽在怀里 紧紧地拥抱一下 告诉儿子他是自己的骄傲 可是最终他只是默默地退出了房门 想着等儿子真正长大了 他们之间的相处或许就会容易一些 戴维大学毕业以后 酗酒吸大麻找不到工作 偷家里的钱 哈罗德都知道 可是他谁也没有告诉 只是偷偷地把假期后 家里橱柜中堆满的空酒瓶 和信封里的大麻装起来 然后在上班途中扔掉 直到最后戴维自杀了 一切终于四分五裂 分崩离析 莫林埋怨抽气 拳头一下一下垂在他的胸口 说你还是个男人吗 甚至他说 都是你 一切都是你 如果不是你 什么都会好好的 是啊 有好多次 哈罗德只要努把力 好好地和儿子交流一下 把他对儿子的爱表达出来 或许结局就会不一样了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和儿子交流 他也没有和儿子交流的勇气 他只是想等着 等儿子长大 等着时光将儿子打磨成一个真正的男人 却没有想到最后儿子以自杀这种决绝的方式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他永远再也没有改过的机会 结婚后表面上看 哈罗德结束了原生家庭的影响 找到了工作 娶妻生子 赡养家庭 深爱他们 但是早年的影响其实一直在跟着他 走进了他的房子 藏在了他的地毯下 窗帘后 墙纸内 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一个新的家庭 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 没有选择投胎到哪个家庭的权利 我们被动的进入一个运行多年的家庭系统中 然后被迫适应这个家庭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知不觉的形成了自己的性格 被深深的烙上了原生家庭的烙印 可是归罪自己的原生家庭是没有用的 我们能做的是通过学习修行自己 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温暖 有爱的原生家庭 只有这样才能够斩断旧的家庭模式 避免孩子承载着你的伤害 去感受这个世界的伤害 好了 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二个要点 现在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小哈洛德是一个不被父母接受的孩子 因为没有人爱 他不懂得怎样去爱一个人 不懂得如何与儿子相处 最终儿子因为抑郁自杀了 哈洛德的生活也陷入到了痛苦之中 人只有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 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新生 现在呢 我们来展开说第三个要点 放下接纳与生活和解 才能够获得美好的人生 哈洛德和莫林 本来是一对非常相爱的恋人 一对幸福的夫妻 可是由于儿子的自杀 一切都分崩离析了 莫林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哈洛德的身上 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 莫林在哈洛德刚开始离开的时候 充满了愤怒和屈辱 在哈洛德打电话回来的时候 他义正言辞的控诉他 可是渐渐的 莫林独自在家狂躁不安 整夜难眠 他去看医生询问哈洛德的情况 看他有没有可能强制他回来 医生却问他 他的丈夫是不是进过精神病院呢 医生的怀疑让他感到屈辱 从医院回来 他第一次从哈洛德的角度 去看待哈洛德独行千里这件事 而且他第一次意识到 他和哈洛德凑合这么多年的原因 并不是戴维 甚至不是同情 他忍过这些年 都是因为 无论和哈洛德在一起的日子 有多么的孤独 没有他的世界只会更加孤单 从此他开始 不断的站在哈洛德的角度 看待以前发生的那些事 莫林在整理照片的时候 从一些照片里 发现了他一直忽略的真相 原来哈洛德和儿子 都曾经试过走近对方 虽然并不明显 并不频繁 但至少他们都努力尝试过 还有 他曾花了好多年 为戴维溺水的事 责怪哈洛德 但是戴维溺水时 哈洛德在解鞋带 而他站在岸边 挥着双手尖叫 同样没有跳进水中 去救戴维 如果儿子那天淹死了 他也要承担同样的责任 记忆是会骗人的东西 会自动过滤掉 对自己不好的一面 美化自己想要的结果 莫林意识到 他一直冤枉了哈洛德 他很后悔 格外的思念哈洛德 莫林又想起戴维出生以后 他把他裹得严严实实的 笑着递给哈洛德 让他抱 哈洛德不敢 回答说 婴儿还是最喜欢妈妈抱 他当时听了微微一笑 还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可是多年以后 这成了他愤恨埋怨哈洛德的源头 他吼他 说他整个小时候 哈洛德连抱都没抱过他 其实人常常是这样 相爱的时候 对方的缺点在眼里都是美的 可是随着爱情的消失 那些缺点一点点露出了丑陋的样子 变得面目猙獰 曾经潇洒不羁 变成了不负责任 曾经的细心周到变成了一种束缚 让人觉得悔不当初 究其根源 不是那个人变了 而是相爱的心 欲行欲远 对儿子的死 哈洛德的确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是他也负有同样的责任 可是这么多年 他总在怪哈洛德 用冷漠折磨他 也折磨自己 想到这些 莫林懊悔万分 何况儿子已经死了 他和哈洛德冷战 除了让彼此痛苦 还能怎么样呢 莫林越想越后悔 越想越思念哈洛德 他再也忍不下去了 他开着车 找到了哈洛德 他向哈洛德道歉 希望他原谅自己 甚至后来 在哈洛德 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是莫林鼓励他走完了 最后一段旅程 故事的最后 奎妮还是死了 好像哈洛德的千里独行 没有意义 可是这段旅程 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哈洛德敞开了自己 伤痕累累的心 勇敢的面对了过去的自己 而莫林更是放下成见 重新接纳了哈洛德 如果说有奇迹的话 奇迹就是这段旅程 改变了哈洛德和莫林的人生轨迹 让他们兵世前贤 恩爱如初 是啊 只有放下 接纳与生活和解 才能够获得 美好的人生 好了 那说到这儿呢 本书的内容 咱们也聊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做个总结 首先我们说到了 65岁的退休老公人 哈洛德 因为一封老友的信 毅然踏上了 艰险的朝圣之旅 历史87天 独行627英里 最终 他凭着坚定的信念 走到了目的地 创造了一个奇迹 其次我们说到了 哈洛德 由于原生家庭里 没有得到过爱 所以他不会和儿子交流 不懂得如何去爱自己的儿子 最终 儿子因为抑郁自杀了 哈洛德的生活 也陷入了痛苦之中 人只有摆脱 原生家庭的影响 才能获得真正的新生 最后我们说到了 这段独行之旅的意义在于 他改变了哈洛德 和莫林的人生轨迹 让他们兵世前贤 恩爱如初 他告诉我们 只有放下接纳与生活和解 才能够获得美好的人生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